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经典的说法应该是尊重高雄市民的决定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高雄市民是怎么想的 高雄市民面对装可爱 装无辜 大清早起床发红包的韩国瑜就能够接受他落跑阶段 以及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对高雄所形成的伤害吗 今天我们要请到这个罢免 韩国瑜的WeCare的召集人引力来跟我们视讯 说明这项行动接下来要如何的来进展 同时我们在现场也有高雄市民 汪洁明要告诉我们高雄人是什么样的性格 高雄人非常非常的具有爱恨分明 是非这个清楚的一个个性 而这个个性会被表演的一个市长来欺瞒过去吗 同时我们要看国民党 国民党呢现在各路人马都出现在这个可能的党主席的竞选名单当中 武林高手呢还是根本就缺乏有担当的接下来的领导人呢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他仍然是国民党籍哦 他在郭台铭先生的团队里面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青年军 现在他回到了国民党被质疑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 今天林嘉欣就要来现场告诉我们 他是要如何的为国民党的未来来开药方 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一场的选举之后 蔡英文总统夹着817万的高票 他在各地卸票卸票的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他展现了立刻稳定府院党人士的决心 接下来呢在党秘书长以及520之后的格魁 和520之后的总统府的重要的秘书长的人士 是延续原班人马呢还是蔡英文总统 有不同的考量新世代的接班 究竟是什么样的规划 我们今天也帮各位做深入的剖析了 为各位介绍在现场的来宾 第一位是两岸政策协会的研究员张雨韶 客戈好 大家好 欢迎你 民进党籍 他是资深的媒体人 他是余妹妹 客戈好 大家好 欢迎你 为各位介绍这一次的选举呢 他已经顺利的连任成功 中嘉宾 客戈好 大家好 好 屏东也是全雷达 为各位介绍高雄市民非常正宗 汪杰明 大家好 高雄也是全雷达 好 来 国民党要靠年轻时代咯 那这一位国民党籍的年轻人 他是林嘉欣 客戈好 大家好 欢迎你 资深媒体人 陈敏凤 客戈好 大家好 好 非常谢谢 罢免谭国瑜的第一阶段的联署 已经经过政府的中央选举委员会 以及高雄市的选举委员会认证 已经过关了 第二阶段要如何进展 第二阶段呢 三十万的联署 要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 就要达标中间有哪些困难 中间有哪些诉求 而韩国瑜靠着他早晨起来上班 白天这段时间不知道在干嘛 就可以化解这么严重的高雄人的怒吼吗 天还没亮 韩国瑜来到凤农果菜市场 民众加油打气 时期比落 加油 师傅加油 天上的加油声有着感动吗 开心 大家过年了 摊上加油声不断 水果摊老板也送上温暖 这种100 这是雪栗 新品种 选在农历春节前一周 韩国瑜特地起了个大早 清晨五点半就到前阵渝市 凤农果菜市场 以及食权果菜市场三个市场 视察春节物价 而这也是韩国瑜回归市政之后 首都公开近距离接触民众 同时也是第一次发新春红包 不过也有霸海民众不给面子 高分被呛瞎 还有摊上在摊位上和安全帽上 贴上光复高雄的贴纸 表达立场 有人现花送暖 有人监禁罢免 韩国瑜一改过去几天来 晚上班的习惯 清晨就上工 就不知道这样的改变 能不能让市民有感 我跟你讲 他如果有韩国瑜的个人作风 就是他选前那种TNND 然后在辩论会里面 嗆所有的媒体 把人家这个每一个人都刀光剑影的话 他现在有讲难听 你韩国瑜有种 你就应该站出来说 你爸呀你爸 我跟你那个杠到底 我告诉你这样还像个英雄 现在像什么雄 大家心里都这个明白嘛 你何必装喽 装喽这个是共产党早年 那的手法 那有用吗 在高雄这个地方 只要他混过去了 然后就可以在高雄 这一个小蓝色的这种蓝天 就可以继续的来光复 国民党的执政权吗 贾兵 我们当民意代表 我们要试着去不同的统温层 去理解他们的思考 那我觉得刚刚大班 大班人的讲法 都是从讨厌韩国瑜的 民众的想法来讲 或者从高雄市民的思考来讲 的确高雄市民不分蓝绿 不要把年轻人当作是有蓝绿的党派色彩 很多年轻人 尤其是高雄的年轻人 他们觉得这个城市已经没有光荣 如果这个城市也没有市场 所以罢韩是一个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手段 但是呢你倒是说从民进党的角度 为什么一直我们都正式的说法 说尊重高雄市民的权利 因为呢会有些被衍生出来的全谋的说法 比如我最近听到的说法说哎呀 站在民进党的这个县市长 我想要选县市长来讲 最好韩市长干到三年后 为什么 那时候这三年大家都可以提醒说 其实还是民进党的执政比较好 有个比照 那有人又戏称说哎呀 这个民进党的阴谋 就是把韩国瑜留着当民进党的提款机 好这个是阴谋论 但是我们要从韩粉的 如果他继续留下来对我们说从韩粉的角度来讲 他们这次呢是非战之罪 他们认为韩市长做得很好 要从那么角度来思考 他们可能认为这次就是认为蔡英文啊 挟着这个什么芒果干啊 然后造成了韩国市长的不利 还有人说是做票啊 817万票是用这个计票系统做票 但是我们要来看 然后种种都不肯相信这个现实 但是我们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有人说说 没有所谓的垃圾 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 也没有所谓的庸裁 只有放错位置的人才 那么韩市长他可能刚刚说的 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易 你可以说他有他的专长 不然他怎么会在前年 二零一四年二年一八年崛起呢 他也他那时候崛起的 人家说千百事难遇的奇才 对不对 因为没有台湾的政台 没有这样的政治人物嘛 照说这样的人 在我们过去的选举当中 不太会得到选民的青睐嘛 那为什么在二零一八年 他得的义军突起呢 一定他不是做错了 是他的本质跟本性 刚好合了那个时候的气氛 但你要问一下 除了从韩文的角度来思考 要从韩市长的生涯规则来思考 他适合当行政首长 一天到晚要守在那边 浪压看他几点上班 还是适合这个天马行空 他就来出难题 我觉得如果他可以选择的话 我们把他安排个生涯规划 他的下一站 应该是当国民党的党主席 但是他当时想当总统一样 他不能自己讲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检讨他 包括蓝营支持他的人 也说你要安分一点 你不要喝酒了嘛 他这一次会当党主席吗 我们来评估一下好不好 我们来推估一下 你想想看 目前以国民党的党员 结构党主席的选举方法 钢铁韩文是不是绝对有利 绝对有利 所以你认为他可能会 心里在这样想 但是嘴巴不能这样讲 他留下来跟他被罢免掉 到底对于民进党的未来 我讲的都是选举嘛 二零二二到底对谁有利 你们如果这个罢免他之后 接下来民进党拿回了这个执政权 会不会是因为钟摆效应 因为太过于一党强大 反而在二零二二年又会有这个反噬的力量 柯克姐你跳过一个环节 罢免之后如果成功 或者辞职之后造成了补选 对这个补选的结果都很难逆料 你站在韩市长的角度 站在韩粉的角度 站在国民党的角度 他们当然希望在一个大选失败之后 得到一个补选 重新来起闭政权的机会 就像二零一八的大选民进党失利 我们在二零一九的补选 我们力图立作正作 那你认为这个罢免 罢免可不可以成功呢 第二阶段连署的民放认为很容易 今天劝韩国瑜要面对罢免 好好的把市政做好的人 都是不希望他来选党主席的党内人士 因为国民党这些党内人士 你有市场干你 原来你突破盲藏了 是很多人这个希望他留在那里 要不要来抢党主席 希望他不要来抢 你就乖乖的做市长 你就乖乖的做市长 但是我把他讲完 但是如果说今天韩文强力要求 要他这个救世主继续来带领国民党 因为可能国民党现在看群人无首 但是救世主的声音要看多强 敌强者我强 韩文是这样 罢韩越如火如荼 韩文的声音就越来越高涨 如果说罢韩是温温的 他们就不会起来 可是问题是说 反而是罢韩在快成功的时候 如果说二阶段 我们来看时间点 国民党是三月七号要选党主席 三月七号之前 如果罢韩的活动如火如荼很兴旺 那么韩文就有理由 要求韩市长直接出来三选党主席 这中间有时间表 因为呢 在二月初你们就要 也要联署成功嘛 对不对 选党主席也有联署啊 这个 这个二月初的时候 还有一个联署 那按照这个嘉宾的说法是 他认为其实国民党内有人 是这个假装留 这个韩国瑜在高雄市长的这个宝座内 其实有人是要抢这个党主席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们呢 在私讯上连线的就是 在第一阶段非常成功的引力 引力 柯姐好 大家好 好 第一阶段的成功之后呢 你们的第二阶段 现在规划在年初五要进行 而且希望把时间压缩到 三十天之内就完成三十万的连数 你的把握有多高 成功率是不容质疑的吗 或者你们还有哪些隐忧 是我想二阶我们在大年初五 就会正式启动连数 同时我们的光复高雄的罢免总部 也会在同一天成立 那我们就是目前 本来是60天的法定期限要收 二十三万份而已 所以我们本来把目标提高到三十万 那我们现在在更进一步的是 把这样的目标压缩在三十天内 因为我们在高雄 因为我们在在地嘛 我们所嗅到的那个味道跟氛围 也很清楚 高雄人其实因为被这样的一个市长欺骗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所以不管是说从 这个1月11的投票结果 以及之后不管是TPPS 或是ET Today的这个相关的民调 都差不多有六成以上的高雄市民 要罢免这样的一个市长 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从 实际的民调数字 或是我们在当地所嗅到 这样的一个氛围来讲 我们都觉得这样的东西 其实三十天收到三十万份 是非常可疑的 可是三十天三十万份 等于一天药盐数一万份 你们要发动多少人力物力 跟多少的资源 其实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的时候 当然那时候是从六月启动 我们已经收集到三十万份 我们在第一阶段就达到三十万份 所以我们现在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 Data Bay 而且这些人在第一阶段已经签过了 所以他本身就高度的罢免的意愿 所以第二阶段我们大概第一个时间 我们会赶快联系 他们会来再签这一份正式的 正式的联署书 之外我们本来在之前就有六七十个 这个联署点 可能是一些在地的里长 餐厅店家 或是有些议员的帮忙 这些联署点我们会 所以目前在积极的做接洽 到处我们有总部之外 我们可能会有三百个这个城市里面 有各个不同的联署点 所以我们会集中火力 在三十天内完成相关的工作 其实这一次你们这个罢免韩国瑜 从那个10月28号的大游行 光复高雄保卫台湾开始 你们已经把它当成是一个 共同理念的这个市民的活动 有写有春联有那个福袋 还有那个红包 那听说反应都非常好 你怎么样这个预估高雄市民 在韩国瑜这一阵子以来 都这个早上搭清早上班 还到这个市场上去发红包 会不会让想要罢免他的人 真正的心软 而且那个就放过他呢 你难道不担心这个情绪 如果扩大的话 就对你们的联署会不会造成某些困难呢 是我想大家都搞错焦点了 因为韩国他现在当然也现在装乖 可是他之前也有道歉 他道歉的点是为了 他是三个月没有陪伴高雄市民 可是他没有为他的轻诺寡信 他做的资料都跳跳 他没有为他背弃高雄市民去选总统 他没有为这段时间撕裂高雄 撕裂完社会 做很多仇恨动员跟阶级斗争 然后呢为市政的施政福利而道歉 他完全搞错重点了 高雄人是因为你骗我们 我们才生气 而不是说你现在去装官 现在大家去看他几点出门 其实这个部分我相信在目前的 我们所知道的高雄人 其实爱恨分明 我们是很温暖的 同时我们很坚定 所以他其实目前做这样一个表演 而且我要讲 他这样表演之外 你看昨天他的副市长就攻击了苦力 其实我现在在网路上也面临到各式各样的一个霸凌跟抹黑 所以呢 就是说你说这个要和解或怎么样 你这些动作要先停止吧 然后再来呢他的这些演出 到底能不能坚持到五六月的这个投票 那我想这个东西 因为人的个性是这样很难改 那当然他为他真正要赎罪 就是赶快利用这几个月时间 把市政好好做好 可是呢我们在高雄观察到另外一个现象 譬如说在过年前 目前这段时间 又开始大兴土木在铺马路 很多年路本身状况并没有那么差的 他也开始在 就是这个大兴土木 所以他这种东西用非常急就张 转线操作的方式 这个不是真正的重点放在市政规划 然后他的这样的一个演出的方式 并不是他几点出门 而是你到底你的公开行程 是在八九点就有 你有没有主持重要的市政会议 这些相关 比如我们和他病毒有了 那这些防疫的会议你有没有参加 不是他几点出门 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必须要弄清楚 真正的关键是 你为市政做了什么事 而不是你几点出门 他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都比较早出门上班 但是他上班之后下午的时间 多半都是私人行程 所以大家也没办法监督 他是不是刚才我们节目来宾 包括雨勺 包括这个节目都说 是不是回家睡大觉 你也查不出来 对不对 那所以你认为高雄市民的爱恨分明 已经到了非常有是非的状态 不会这个心软 但是如果两阶段的联署过关 中选会也通过了 高雄市选委会也通过了 这个情况之下 有人建议他就干脆请辞好了 你判断他会辞职吗 其实我呼吁他现在就辞职 要不然他应该目前我们整个氛围看起来 他就会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 第一个被罢免的直较市长 那当然因为后面他要很多的判断 譬如说他的要不要去选国民党主席 这件事情 如果他去选了 那就不用讲了 因为高雄市民会觉得再一次被被判 这个当然情绪就会更严重 那我们以一般正常的这个政治经验或政治判断来讲 到底说正常人不会做这种事情 可是你要知道他的思考不是正常的 就好像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所有人也判断说他不会出来选总统 可是他就讲SIS 所以我现在完全 完全无法评估他到底会不会去选党主席 所以尹利跟嘉宾的想法是一样的 这个钟嘉宾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有钟嘉宾 余梅梅 张雨勺 那个汪洁明跟林嘉欣 刚才嘉宾告诉我们说 他很可能会辞掉高雄市市长 然后去选党主席 然后再操盘这个高雄市市长的补选 那如果他一旦操盘成功的话 他就壮大成为另外一只恐龙 所以尹利你的看法是 也接近可能有这种可能性 他不会照现在这样的一个趋势走下去吗 你的看法是怎样 因为他就是一个想法 跟一般正常人真的不太一样 一般的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 你既然选上了高雄市长 你就要对高雄市民负责 可是他就是肃行不良 他已经信用破产了 因为他一当选 马上没有几个月就SIS 跑去选总统 所以他现在任何的 包含他在拜选隔天 他讲说他对这个党主席 没有任何的考虑 然后呢 他讲了任何一个话 老实讲我现在这一句话 是 所以如果他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们现在这个罢免的韩国瑜的行动 有两个考验 一个就是二阶段联署通过 然后法定也通过之后 你们要面对一个罢免他的 五十八万左右的同意票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高门槛 先请教你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一旦韩国瑜 他出其招 他先辞职了 然后去选党主席 因为大家都认为韩粉 这个多半党员都会支持他 加上如果黄复兴也支持他的话 他拿到了党主席的位置 他去抽盘高雄市长的博选 然后他派出来的人还选上了 那他就变成这个加倍的功力 就变成另外一个无比的巨人了 你怎么面对这两个可能的趋势呢 第一个就是罢免他的五十八万 可以有这么多人到投票所吗 投票率可能达到这么高吗 你们乐观吗 我想这个可以从一些历史经验评估 因为二十六年前韩国瑜被罢免过 他当时是台北县的立委 他拿到相信三十八万张 赞成罢免他的票 有五万张反对 就是有四十多万人 可是他当时不是个立法委员 我们知道一个市只有一个市长 可是有像高雄就有八个立委 那在最接近的一次就是上次蔡正元 这个所谓戈然伟事件的时候 他被罢免最后的投票率是二十四趴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当时的罢免门槛是百分之五十 所以二十四趴 因为我们现在罢免的门槛就是二十五趴 当时也是二十四趴 都是几乎要投罢免他的 所以因为是当年门槛是五十趴的时候 很多人会评估 虽然我想要罢免他 可是这门槛根本过不了 比如高雄市有两百二十九万的选民 五十趴就是一百一百一十五万人 这一次的蔡英文拿到一百零九万人 这就是有史也最高票了 所以当年门槛是百分之五十的时候 很多人会没有这个意愿出来投票 可是现在门槛是百分之二十五 不管是蔡振远的经验 或是他之前在二十六年前 他被将近四十万四十多万人出来投他的经验 他现在的知名度以及被讨厌度 都是远胜于蔡振远 或是远胜于当年的韩国瑜 所以你从这些评估来讲 以及我们在在地所秀到的气氛来讲 所以我们才会那么大胆的把这个目标 设在三十天要拿三十万分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觉得是非常可惜的 是 然后呢我们认为罢免会过 我们认为罢免会过 那如果没有过他 第二个部分 你说如果你罢免第一阶段没有过 会让他更壮大 他会不会又变成这个 重生了这个一条龙 到时候他还可以連任成功 还可以再选2024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政治评论界的人 也是这样子的推断的 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在吗 我认为不在 因为大家知道说他在2018年当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中间他有经过十几年是离开政坛 尤其他过去都是在所谓的这个中永和 他对南部人来讲 对高雄人来讲 是个全新的产品 所以大家对一个新的产品是有期待的 他讲发大财也好 或是那些很 这个异想天开的政见也好 因为我们没有 对高雄人来讲 从来没有可以检视他过去讲话 是不是可信度这件事情 可是有经过了他做了一年多的高雄市长 以及参与了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他很多东西已经被检验清楚了 这我不断的想是说 他老实讲 他所谓最后得到五百多万票 到底有多少韩粉 还有多少是因为韩类投票 以及之前投宋楚瑜回归 因为被祈祷了 回来投给他的 我想这个东西来来回回都好几百万票 但是对他未来来讲 他现在的一个社会形象也好 他对高雄市民也好 甚至对全国的国民来讲 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诚信的 他是一个信用破产的人 所以我觉得他未来要再出来 做任何的政治动作 我真的奉劝他赶快辞职 他还是有好几栋的豪宅 他还是有数千万的存款 他还是有十几张的保单 他的身家好几亿 他们家族还有贵族学校 他还可以随时办理移民加拿大 对不对 所以最好他现在辞职 他这年纪好好在家里面 赶快寒冰赶快生个小孩子 让他寒衣弄出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结果 可是他 他再继续在政治的位置上 他的这种偏离责任政治 或诚信这问题 我不认为他有政治的未来 好 那今天这个 有国民党林嘉欣这个年轻人 在这个现场 等一下看来宾有没有问题 要请教盈利 不过如果说他现在请辞了 他去参选这个国民党的主席 这一次的补选 他必须在二月初 他就要全部联署成功要表态 他的时间是非常短 那他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那一旦他请辞了 当了这个国民党主席 然后去主导一个补选 会不会让你们这个要换一个 这个新的市长的这个 愿望会破灭呢 到时候变成他的傀儡 去当选了高雄市长 不是更困更艰难吗 这个状况 你怎么评估呢 我想有两点分享我的看法 第一个是说 这一次的民进党 虽然拿了大胜 可是他在这个不分区 也大概拿三成多 那对一个比较好的 民主政治来讲 就是说一定要监督制衡的力量 所以我刚才想像嘉欣这样子 或是真的 不管是蓝颖的这些比较年轻的 他真的要出来改造国民党 为什么我们不希望就是说 又回到一党专制一党主大的 这样一个年代 所以国民党目前还是最大的在野党 他的这个立委席次 也是仅次于民进党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振作一点 把他的路线把他的主持改造 以及对未来对年轻人的投资 这最重要的年轻人才是未来的希望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国民党振作之后 我们可以真的在民主政治两党 已经轮流执政很久了 可以相互的监督制衡 然后真的把人民的希望 可以化为政策 落实在我们政策当中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如果说到这样子的话 譬如说之前青壮派在做这个 其实有点内部国权斗争 就批判了这个吴孙毅跟吴思淮 可是却不批判韩国瑜 韩国瑜是这次总统的主战将 而且他的过去他的轻松的形象 走进中联办 以及他的这个 讲了很多的这些巧言吝啬的话语 以及他的这个政治成性破产这件事情 国民党拉回来 只是加速国民党的败亡 所以真的如果说从 如果说我只是很单纯 站在高雄的角度 站在罢免的角度 他赶快去选国民党主席最好 因为为什么一定被罢免掉 可是你作为一个长久的 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讲 我们还是希望国民党可以振作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这个 因为在他当任高雄市长的阶段 高雄市政府对你提出了相当多的攻击 对不对 那难免人家会怀疑你 会不会为了私怨呢 来一定要坚持罢免到底 这样的寒粉的攻击啊 以及他最后当罢免如果升高的话 你会受到可能比现在还要这个 惨烈的这种抨击 你准备好了吗 是我当然准备好了 其实现在已经很严重 包含我在学校的 今天有媒体要去学校查我的 课程上课的状况 我都有收到那个学校给我的通知 怎么会有媒体要求查我这个 有没有辅代课 是 然后之前我在当文化局长的期间 之前 之前有什么标案的问题嘛 然后这个气暴 装饰艺术 大港开唱 或是说这个流行音乐中心相关的部分 嗯 他们就是结合 发生有些议员用他的免责权 对 市政府未养资料 然后呢 特定电视台的媒体 把这拿来当成是议题 然后在网路上制作大量的图卡 透过他的寒粉去传播 那这样的模式其实 已经其实已经半年多了 不是现在 嗯 所以是这个部分我当然很清楚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罢免这件事情 你刚才讲就是高雄人的事情 嗯 那对我个人的这个攻击 或是这个部分 但你说我不是正人 我当然也会生气 对 但是我们现在更重要的目标 是放下个人的融入 跟个人的这个 这个情绪 我们现在就是推动罢免 我们希望 在高度上面 他就是台湾民主政治运动里面 非常重要 因为过去从来没有罢免成功案例 这次是最接近成功 而且我认为非常可能成功 他会形成台湾民主政治上 非常光荣的一面 嗯 好 这也非常谢谢 谢谢引力 请教解明 高雄人就这么容易就屈服了吗 那个应该是之前有先通知了 所以你看很多人在外面排队领红包 那当然必须说一句话了 目前为止还有两个民调 包括TBS跟那个就是ETN 他们的这个民调上面看起来 还有三成左右是支持韩国瑜 这是不能小叙 就还有一群人 这群人你看 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ETN的民调里面 看出来是有三十三点一的还是支持韩国瑜 那TBS有三十二Percent还是支持韩国瑜 所以也说还是有一群人 所以那个是被这个是也是被策动 对应该是被就是被制造出来 但是站在高雄的心目中 心目中不可能 那个印象已经很确认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不是有五十万人上街头吗 理论上这件事情 韩国瑜第一件事他犯了错误是 他立刻召唤别人到高雄来 所以你让高雄人觉得我是在地在发动 希望你韩国瑜知道你错了什么地方 你竟然找外地人直接亲门搭户到高雄来 而且你还在那边这个招摇壮士的 那次当然很多人就更多人站出来 这是第一点 如果你让我安全的这样子罢免 我们把情绪说完了也许对韩国瑜不会太生气 但你找外面来这是不能接受 第二件事情 好我们真的五十万真的上街头的时候 你却说那是折修补 这个这个结果出来 结果就知道嘛 玄妙开出来就是让你输快五十万票啊 就这么简单啊 那不会什么客气的 而且这个怒气哦 在这五十万人上街头心目中 他会延续一段很长很长时间 一直到那天开票出来罢免韩国瑜为止 这口气才会出来 这口气不会消的 而且这口气这群人还会用他更大能量去散布 一定要罢含这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大家很清楚这一次的选举哦 投票率最高是哪里 就是高雄 那第二件事 投票率前十高的区域 除了我们中加幣的议员 那个区域大家要投给他 那个投票率比较高之外啊 其他七个地方啊 对不起啊 都在高雄 有些地方像桥头 民主圣地 直接八成出来啊 就是那个这基本上是 连去医院的 看病的都出来投了 八成耶 八成在桥头 桥头是这个高雄的民主圣地啊 因为那个有很光荣的历史啊 所以桥头人站出来 那种气势就代表是真的在生气了 那这是很关键的事情是做了这么多事情 韩国有道歉吗 韩国也没有道歉耶 那他回来的事情是 当这个发生这么多事情的时候 有记者就问他说 那要不要对这个所谓的就是韩 韩粉的家庭有一些回应 因为小孩子跟韩粉的爸妈有一些冲突 他竟然回答一句话说 这要避开政治议题 然后说选举一过了 好这些小孩子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 那你不是雪上加油吗 不是让这怪不得 你现在罢韩的比例来看 TBS的这个比例 哇不得了耶 将近是七成以上的年轻人是自罢韩 我跟你講年轻人是有行动力的 这跟我们一般来说 年轻人不见得投票不一样 在高雄年轻人是有这个行动力 他就在中间请驾騎到 如果是上班时间投票的话 中间请驾騎到 要看你韩国瑜定高机 这是现在最流行一句话 要跟韩国瑜每个高雄市民年轻人 都要跟韩国瑜定高机 你一个人要对几个人 给你纠缠到最后 一百零九万人定高机 你是要定 定不完的啦 而且更重要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我坦白讲 他要盗窃的事情非常多 第一件事情 他要中心的跟陈君道歉 因为毕竟他证明一件事嘛 他也没有办法扭转这个债务 他不管他是新增四百亿 是借薪还救 还是他新增了六十八亿是举债 然后卖了很多土地 这是事实啊 第二件事情 他一次赶三个 这个我们说菜市长 人家说 以前韩国瑜为了争取这个民调 这个高雄市民的时候 不是耶 他是一个菜摊 一个菜摊 一个菜摊的握手 握完手在那边吃早餐才走人 这次没有啊 大概握一半 该遇到的遇到的 就是支持他的 已经安排遇到 后面不支持他的 他就跑掉了 他绝对不敢去面对韩国瑜这个人 绝对不敢面对反对的声音 绝对不敢面对他做错的事情 绝对绕跑 绝对没有诚信 绝对是一个胡说八道的人 就是这个个性 所以高雄已经很清楚了 我想高雄其实是一个温暖的人 你可以看到陈菊在过去这十二年 他做出做出成绩之后 其实高雄人一直把他的民调是做最高 不是每个人都同意陈菊 我我跟你讲高雄人不见得每个人同意陈菊 但是你问要不要支持陈菊的时候 他说做的就是好跟还还不错 但是很少讲不好 这就是高雄他温暖的个性 但是如果今天换个角度来说 你觉得我这样的忠心给你 你这样对我 那班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概记得吴敦毅吧 比如说吴敦毅是那个假照的那个 录音带让他落选的 其实错了 吴敦毅当时其实民调很高 这根本谢长黎不是他对手 为什么吴敦毅后来翻转往下 是因为吴敦毅跑去见了李登辉 这件事情在那个选前的时候 已经出来了 就是他见李登辉 他说我不想 就是他在高雄选举之前 他想到中央来 他对于留守到高雄 是这个意志阑山 这个事情传出来了 你知道 那个时候其实我这么讲 吴敦毅在那场选战 以当时高雄的氛围来说 根本不可能败选 而且谢长黎从北部下来 只有几个比较深绿的像小港三民 还有这个几个城市 比较会支持而已 那你一般说 那个时候这样 湘村就指的是陆竹 岗山这种 比较还有这种比较是 这个湘村的城镇 基本上是支持国民党很厉害的 但是当你这个俄语一出来之后 蛤他不算高雄 他在做生 就会对高雄的感情不是真实的 所以高雄人就三点了 你知道那时候民调 其实根本 吴敦毅怎么会输给谢长黎 所以你说这一次 所以韩国瑜只要落跑第一天 只要高雄人觉得你背叛我了 绝对定高级啦 所以韩国瑜现在要做的事情 这些都是假装的 怪不得现在高雄就很丢脸 第一次你在台湾高雄 就问他说 问的是他几点上班 你从那边想过 你要我只举个简单例子 你现在面对高雄 这么多的计划 情况下你做了什么事情 当时你曾经答应的 包括冷链 这些我们说的这些冰箱 这些设备 那你又做了什么事情 只是去吃个吃个果子就OK吗 而且你吃果子的地方 还不是生产地咧 对不对 蜜藻不在你吃的 那个签证的地方好不好 所以换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 他完全对高雄人的这个理解度 非常非常低 那这个情况下 我认为啦 其实民调已经只是 我认为下次再做民调的时候 要罢免韩国的比例 一定会越来越高 现在这个按照TVBS 他第一时间的 他要罢免 他是百分之五十三 对 后来这个是ET Today 对不对 有一个民调 他是六十以上 百分之六十以上 他都超过了需要的 所谓的四分之一的市民的同意 那我觉得比较这个 有嘲讽的是说 韩国瑜只要早上 这个不那个睡懒觉 起床了 然后出现在高雄市政府的办公室 或是出现在什么菜市场 发发红包 然后回家一个下午 可以睡大觉 然后就你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就可以当选吗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骗术啊 而且这种这个欺骗的戏嘛 还是他们蓝营的人提出来的呢 提出来之后他就真的定调成为 只要他准时上班就是一个好市长 这不是更好笑吗 这在骗老百姓愚弄这个市民吧 由议员说出来 你知道议员他话不止如此 这不是叫韩国瑜要准时上班 市长准时上班 以前成局七点 就到八点 就已经看出来 他跟所有的这个 地级长官开会的动作 你知道现在议员还加码什么 他说不要罢免啊 罢免会造成高雄市民的恐慌啊 会造成部分市民喔 就没有办法支持市政的推动啦 然后呢 一些原本支持韩国瑜的人喔 会觉得很痛苦啊 会造成高雄分裂 喂 你这些蓝色的议员 你在说什么鬼话 原来你在乎的是那33% 那剩下这将近有六成的 你不在乎吗 所以我这样讲 现在这些议员也不知道干什么 他们也慌了 因为现在重点事情是 这一次原本在去年底的时候 就一二四结束的时候 前年底的时候 当时立法委员国民国民党预估最高将有七席上 他本来要发现过海 本来要发现过海 结果现在全部都一败无地 这样的翻转 而且有些地方是绝对是绝对差距的 有些地方是直接赢对手五万票 所以你看这些涵的议员 这些涵的这个议员该说什么 接下来民意二零二零的这选举 你还要不要选下议员 所以他当然是希望 二零二二二 二零二二对 你要不要再选议员 这些问题当然会持续发生 你看去议长也不敢讲话了 基本上来讲就是韩国瑜 他不仅是在高雄 他输了四十九万票 然后他比上一次呢 少了就二十几万票 那同时呢 他在高雄市 他蹭着他所竞选的这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的候选人 其中几乎一半以上都是现任的高雄市议员 全部拜北 光是这样的成绩 代表的当然就是罢免韩国瑜 是一个选民的另外一个诉求啊 可是呢他就真的啊 他在周末的时候 他就十九号的时候 早上啊 他就跑去这个市场去拜年 那拜了一半了 那他去了这个三个地方 去了凤农市场 果菜市场跟前阵鱼市场 大家说他已经恢复了 他以前做北农总经理的生活 那探商说这个问导游啊 是没有诚意啦 这鸵鸟心态 这个鸵鸟心态讲得非常好 请教一下美美啊 这个当然他不仅啊 他还这个一展这个和平的姿态啊 还说大家要放下这个血淋淋的屠刀呢 那这些是华侨勒挺韩国瑜啊 说没有对不起高雄 是台湾大多数媒体 个人利益为上 不管国家死活的人 对不起韩国瑜 为什么要韩国瑜以赎罪的心回高雄 这个是一个制度啊 这是一个法治民主的决定啊 那韩国瑜在那边纠缠什么啊 他光靠着他 每天早上起来上班 我觉得很奇怪 高雄市的媒体 或说高雄的民党市议员 可以看看他可以早上起床之后 大部分时间 以前做北农总经理不是这样吗 就是大清早 有没有打麻将嘛 报道过打麻将 在新庄王小姐家打麻将 打到大清早去上班 这黄文才跟他不是 搭檔的时候 然后呢去北农上完班 回去再睡觉 睡到中午以后再起床 难道现在的高雄市长 这个假象不是这样吗 我觉得越这样做 越觉得让高雄市民要看清楚 他的真面目不是吗 你觉得这一波会让高雄市民心软吗 我就说韩国瑜是这样 他现在做的一切都是自救运动 其实他 你看他几个很明显的改变 第一个 大家最诟病他的不准是上班 他现在早起 而且特意发新闻早起给你看 表示我洗心革面了 应该说他的第一步是先跟高雄市民 他有道歉了嘛 接下来就上班 上班人家媒体抓着他说 你还是八点多才出门嘛 那就特意起个大早 塑造情政爱民的现象 要告诉高雄人 我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那我以前很容易失言 我现在我过去嘲笑蔡英文是读稿机 我现在是更典型的读稿机 我不让自己失言 可见他真的紧张到了 然后他尽量回避媒体 为什么 他要冷处理 因为他为什么要当读稿机 第一避免失言 第二 他万一天马行公 讲个什么金句出来 我的妈呀 又热闹滚滚 然后那个气氛一热 天哪 他恨不得投票率越低越好 所以他现在做的一切是低调低调 性量不失言尽量不上榜面 如果要上榜面 就是我韩国瑜 已经洗心革面全面改过 早起不偷懒不失言 他现在做的就是这一切 在做自救的运动 就变成一个脱胎换骨的韩国瑜 变成一个摩翻身乖保保的韩国瑜 但是扣扣很困难 现在几月 我先说现在几月 人家可以装个装五个月 你以为有个月很容易装吗 那有绝对的意志力 你以为对他老兄很容易吗 每天都这么早起床 你试试看 然后不喝酒 那以后下午再回去 補眠啊 摄影机 我跟你講 记者不会再追问 请问你没公开行程 你去哪里 他还是会变成话题啊 然后再来 我请问你要怎么装 四月份就有总咨询了 我的天哪 好 你假装早起还可以假装 你的没有实力的草包 请问你几个月之内 你吃的金光大虎王 你的意思就是说总咨询那一关 他还是他最大的一个障碍 当然 我跟你讲一问天哪 只要韩总基再上升一次 你觉得大家市民会怎么看 这第二个 这是他很害怕的地方 所以之前拼命想把这个咨询的时间 往后延 开意的时间往后延 道理就在这里啦 但是很困难啦 那第三就是说 就算好不好 他要装 然后这些名嘴也拜託好不好 你公开在地上说 你就撑一下吧 那大家就知道你在装的嘛 不是吗 好 就算他要装 就算但是其他之前都闭嘴了 韩粉闭得了嘴嗎 你看看这些韩粉说 哎呀就是大家对不起他 这么好的人 你们还要这样搞 我坦白说啦 他想冷处理 只要有个激烈的韩粉上升 你觉得冷得下去吗 那韩粉可不是他能够控制的哦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他想低调 他想谨言盛行 他甚至制造各种歪理 说你这个罢免 大家已经嗜库没钱了 对不对 已经讲了一大堆话了 可是超之于己的部分 第一我怀疑他有几个月 有这个能耐他撑得下去吗 我觉得以他来讲很难 那第二我就说开意的事情 他解决不了 第三韩粉的问题 不是超之于他的 所以这个样子下去 特别是你看 剛剛傑民说了 年轻的世代有行动力 你只要看各台的民调 主张要罢免 他比例最高的是二十到二十九 三十到三十九 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 只要那个时候 蜂巢还是继续在日 年轻人返鄉 变成一个热潮 大家呼朋引伴回去 我跟各位说五十七万票 他就懊子了 那我只要讲 小英這次拿一百零九万票 對半大概五十五万票吧 對不對 投給小英的 在一些本來就很討厭他的 一些人這樣再出來呢 所以他是非常危險的 那當然最後就是要看 來看就是說 這樣子的熱潮能不能繼續下去 那當然也取決就是說 他這時間相對的表現 但是傑民是高雄人就知道了嘛 我高雄人是最運氣的嘛 我真心懷疑的絕情 結果你現在跟我演戲夫婦的 不好意思 好像幾個時間 你就叫我報不到 我覺得很困難 所以在後面的話 我認為啦 他其實還是蠻危險的 除非他能夠表現出一個 每天真的一大清早就起床 而且非常有行動力 而且最困難的一點在這邊 除了議會的答詢 他又不露線很困難以外 選民給你一個機會 那我要看你的成績啊 說好聽話誰不要演 但是發大財發在哪裡 你的證件都還是沒有辦法兌現 那對不起喔 我覺得高雄市民也會沒有耐心喔 年輕人如果到時候 那個熱情還是在呼朋引伴 再幾次的罷韓大遊行 再繳一次再上來 韓粉子要再一次激一下 投票率率高 我覺得他的前途真的很開心 就是他的這個草包的形象 無法劃除還有這個他背叛高雄市民 這樣的一個印記 仍然存在的情況之下 用這個八點鐘出門 或是大清早去發紅包 就可以欺騙到高雄市民嗎 也未免把高雄市民看得太過於天真了吧 其實秋吉爾說過的一句名言 要給這個高雄市民 就是偉大的城市 對政治人物都是最殘酷的 所以呢民主裡面要用最極致的手段 才能夠讓政治人物 他們徹底的了解 這個是罷給別的人看的 不是給韓國瑜看的 如果韓國瑜今天被放掉了 我要請教一下雨燒 韓國瑜如果今天被放掉了 那以後的政治人物都不必怕啦 那只要這個做了什麼這個 讓選民們非常憤怒的事情 然後回過頭來裝可愛 裝乖 然後耍萌 然後把嘴巴閉起來 就可以欺騙過去 就可以蒙混過去嗎 那顯然不是這麼一回事嗎 那這一次他們有一些這個工房 那有一個工房是說 這一次呢 罷免韓國瑜要花很多錢 要這個高雄市政府 推估投票經費八千萬 罷免成功加上補選市長 整體作業達到一億三千多萬 市府要向中央爭取補助 那經費要超過兩億元 那中選會已經不買單了 他們放出這個訊息 想要用花錢太多這件事情呢 來這個平息高雄市民 要罷免他的這個弄火 可是呢我覺得 很多人講得很好啊 這個館長就說了 那你當時要去選總統 那你如果選上了 他不是也要重新的 來選這個市長 也要花一筆錢啊 那苦林呢認為 這件事情呢 跟這個花錢博選 跟舉在這個韓國瑜的財務的 規劃上來講 是賺錢的耶 結果他們又跟苦林槓上呢 再打這種插邊球戰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韓國瑜本人就躲在 防火線裡面 可以逃得了被罷免嗎 來看苦林跟高雄市 副市長葉匡時之間 一來一往的最新的戰火 出席韓市偉牙高雄市長韓國瑜 沒有回答媒體提問 而之前知名作家苦林 在專欄上寫文章 說罷免韓國瑜不是多花兩億 而是省一千兩百億 說因為韓國瑜上任市長至今 已經負債近四百億元 照進度來看萬一做滿四年 總負債可能達到一千六百億 韓國瑜剛上任時出席議會 強調會盡量減少市府舉債 如今苦林這番話聽在韓市府兒裡 相當刺耳 當他做任何評論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做一點功課 稍微有嘗試的人 就應該知道一個市長或是縣長 一年內可以借債四百億 拜託這麼簡單的小事 他都不知道他還要做評論 副市長葉匡時也跳出來 強調去年度決算金額之歲差 比原先編列預算的舉債少了五十億 怒向苦林是詩益作家 為了創造聲量 詆毀高雄市政府團隊的績效 抹黑韓市長 要求澄清道歉 否則提告 如果苦林不針對這種事情 造謠聲勢道歉的話 我們市府會提告 他們每次處理事情 就是當事人不出面 市長不講話 叫別人講 然後就告人家 所以我不曉得他們要告什麼 他們以為這樣告了就會沒事 我覺得很奇怪 市府放話要告苦林也沒再怕 反批到底誰才該道歉 高雄罷含行動如火如荼 如今戰火延伸 繼續在臉書上另闢戰場 為了要不要罷免呢 韓國瑜的這個活動 繼續進展下去呢 到底經費是不是一個關鍵因素呢 苦林他就最先第一波 他在18號在臉書上就寫了說 韓國瑜上任一年高雄市政府負債 已經接近四百億 而且一事無成 如果照這樣下去 韓國瑜任滿可能負債高達一千六百億元 所以呢 花八百萬罷免他太華的來了 那高雄市政府呢 這個就非常生氣了 就說要告這個苦林 他說韓市長由葉光石出面呢 這還是第一副市長 他說108年的決算金額的稅差短 僅舉債14億多 比原先前朝編列的預算要舉債65.46億 少了50億左右 何來一千兩百億的數值 然後呢 故意詆毀高雄市政團隊的成績 抹黑函市長造成市民的錯誤認知 這樣做對得起自己的專業跟良心嗎 不過呢這個 他的半年舉債呢 也有這個 這個說法呢 這個網友就認為說 你根本就不應該把責任推給前朝啊 那高雄市政府也沒有說明啊 那為什麼 這個也就是他們的一貫的 韓國瑜的手法 就是跟自己有關的問題 他都不去面對 不去答覆 要罷免的是他 結果他就讓他周邊的這些 不管是這個鐵衛部隊啊 或者是他的親信幕僚來打仗 不過這種仗都 從我們選總統的經驗顯示 打這種當作越打越爛 我不太懂 為什麼還在利用這個葉光石 葉光石這種跟苦林動來鬥去 苦林是標準的高雄市民啊 這樣子越鬥升高對立 不是對他的罷免更不利嗎 那宇燒你怎麼看 我相信呢高雄市民要罷免韓國瑜 是憲法賦予的權利啦 然後呢我也相信 這股社會動能呢 會不斷地往上走 但是呢 罷免韓國瑜的這個名義呢 我個人以尊重 但是揭發韓國瑜的內心世界 就交給我們這種學者來 為大家做分析喔 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共產黨鬥爭的套路嘛 國民黨年輕人啊 可能要學一下韓國瑜喔 革命從來不是請客吃飯啊 革命鬥爭呢 也不是溫良公解讓啊 搞的是什麼呢 搞的是黑白臉跟分鏡合集啦 現在韓國瑜裝可憐裝可愛 簡單講開啟了叫做和平溫情的統戰攻勢 黑臉誰來做 有啊副市長來做嘛 反正呢到時候李四川或是葉光石啊 表現不好的時候就換掉就好了嘛 那是他市長的權利嘛 或叫韓粉啊 在外面啊 在叫藍營的這個名嘴呢 來發動這一波呢 OK 得罪韓國瑜 基本上就浪費名脂名膏啦 那韓國瑜再來告訴大家愛與包容 昨天他臉書發囉 選舉已經結束 讓社會平靜 不要再繼續撕裂台灣跟高雄 你看這不就是很簡單的黑臉跟白臉嗎 有沒有效果我們就往下看 請你繼續鎖定民視台灣台 讓行為育兒 我剛才說老共是什麼鬥爭的 很簡單嘛 當他不行的時候 他叫你爺爺都沒關係 但是當他行的時候 你叫他爸爸都不可能 這就叫做共產黨 他不是就在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嗎 當他弱的時候呢 他也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為什麼呢 哎呀大家都自己人嘛 當他厲害的時候 他還是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啊 為什麼呢 自己看著辦 不然呢 你最好投降 坦白傳官 抗拒從嚴 請各位想想看 當去年韓國瑜啊 氣勢如紅 如日中天的時候 他不是搞階級鬥爭嗎 不是搞仇恨嗎 他要把高雄市民 台灣民主 國民黨看在眼裡嗎 沒有 現在是怎麼了 現在因為怕被罷免嘛 或是壓力很大嘛 所以呢就開始啊 做我剛才所說的啊 和平統戰操作 我說韓國瑜啊 真的是啊千年難得的政治奇才 什麼意思呢 搞鬥爭群眾運動 他最會 你要他呢搞市政啊 或是呢搞呢 這所謂的政績啊 很困難 所以我剛才說 林嘉欣要多學一點 韓國瑜呢 我到他所學著啊 學問做的不怎麼樣 但是階級鬥爭 跟毛澤東這一套呢 我相信他啊 心有成竹 這就是這個人可惡的地方 台灣是民主耶 而且呢高雄是你的市民耶 縱使呢政黨意見不一樣 他把你當階級疾人來惡搞嘛 但是我有把握地方在哪裡呢 有三點韓國瑜被罷免 這一套話術跟套路喔 在2018你已經演過了啦 2019年呢 他不是演同樣的道理嗎 已經失敗了嘛 但是我對韓國瑜被罷免有三個信心 第二信心是呢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啦 你要繼續演 請各位想想看 他17年以來的生活模式 或失業多年來的生活模式 跟這個作息啊 就這個樣子嘛 我認為寇寇姐說的很對嘛 現在啟動叫北龍模式嘛 反正暗宮叫夜貓子不睡覺 他敢撐整晚 王莊家也這麼認為嘛 整晚不睡覺 對 譬如說呢再躲起來 大家不知道他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呢清晨五點鐘 然後呢或假裝早上醒過來 等到下午沒行程 中午沒行程的時候 睡大覺有些知道咧 但是啊媒體都在放大 看他所有的言行嘛 第一個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你怎麼裝啊怎麼演啊 都能改變一個人十多年的習慣 我也跟各位分享過啊 我有一學期啊 我也是夜貓子 學校莫名其妙叫我啊 教星期一早八地獄倒霉鬼的課程 星期一早上八點三學分 那個學期啊我覺得我生不如死 因為我根本敢過來嘛 第二個地方在哪裡呢 我對他的幕僚有信心 你的市政要搞得好啊 我再為他報個例啊 選舉前兩天 韓國瑜身邊呢 一個黃姓的幕僚 或者是黃謝忻 不是黃文財 OK也是我學校 居然打電話給我學弟啊 直接講坦白同關抗拒從圓 最好呢去投給韓國瑜 只要呢韓國瑜選上啊 幫你升官發財 如果韓國瑜沒有選上的話 大家走著瞧 這哪一家的 這是真的 你那學弟是在高雄市場上班嗎 我的學弟就在大學教書 就在大學教書 他這樣還可以制裁到他 直接告訴他說啊 如果韓國瑜選贏的話 升官發財請透過我 但是如果 對你不表態 或是呢讓我回去啊 不好好交代的話 那麼呢選上之後呢 你要倒大煤 這叫做囂張啊 這叫做囂張啊 對 明明這個人也是他北農過去的 我正是直接講 這也是我東亞所學長 姓黃 姓黃的只有兩個人 不要有名叫黃文財 另外一個我就怕我 直接講他名字 居然打電話恐嚇人家 所以我對他幕僚 這叫做囂張啊 你短時間之內 市政要 韓國瑜可以繼續演嘛 但是呢市政要靠什麼 要靠幕僚嘛 如果沒有好的幕僚 雖然黃潛秋啊 潘恩旭是回不去了 短時間之內呢 你如何呢去把合格 專業經驗的幕僚找出來 幫你成市政呢 當然呢 兩個副市長可以繼續打嘴炮啦 或繼續幫組織為事啊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市府團隊補得席嗎 你的真正的核心幕僚 找得到嗎 所以我對韓國瑜 還有這個信心 第三個有信心的地方是什麼 我對他體力也很有信心啊 體力啊跟啊第一個啊 江山一改本性難移啊 這合在一起啊 如果韓國瑜他有辦法 完整的OK 公開場合從早上五點啊 曝光到晚上十點三個月 我相信怕有點危險 對 我挑戰的就是你 告訴我你一天的行程 你早上出門了 上班了 然後參加一個活動之後 就不見了 那你其他時間在幹嘛 對 我跟你說幕僚很重要嘛 這是最近啊 大家都看到的嘛 如果高雄市政府啊 對於文宣跟城市美學的 創意程度啊 對不起 我是對市不對人 他們新的閱歷啊 對對這是他們的話刊 是簡單講高雄市政府的文宣 我們說過呢 一個市政府的文宣 就代表這個城市美學的品味 跟風格嘛 我對歷經沒有任何意見 但是我不知道 這樣東西放在高雄話刊上面 歷經要代言高雄什麼 他跟高雄有什麼連結 我只有想到是 因為你是韓國瑜的大學同學嘛 你是抄襲韓本嘛 所以只要是抄襲韓本 就可以成為城市代言人嗎 那當然這邊要做個對比 人家做對比嘛 城市美學這是台南嘛 一樣台南市政府所做的城市美學 不要說文清風嘛 這就是一個城市的象徵 會讓人家有榮耀感嘛 所以說呢 我對高雄市政也不有信心 雖然最近不斷的 把新馬路給刨掉 在五福路 人家那個馬路還OK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動作呢 讓大家知道市政動起來 有意義 這個網友這兩天紛紛上傳啊 在歌草啊的 歌草行動聯盟的上面 大家都傳染 五福路本來就很好啊 遭了很多地方啊 在原高雄縣區的這些馬路坑坑巴巴 你不去做 但是為什麼要五福啊 因為那個是離高雄市政府附近嘛 叫記者來拍嘛 所以最近呢 又引起明月嘛 第一個你在裝模作樣 第二個是呢 你來做媒體操作 第三個你擾名嘛 你在上班的大白天 把路兩個陷道都給封掉 在跑路給大家看 所以說呢 我對他的市政有信心 我對他的體力有信心 我對他的這個個性有信心 最後一個是 我對韓粉有信心 什麼才叫愛與包容 這是選上的高雄市民自行掛上刊板 謝謝 謝謝大家 勝利屬於高雄開開心心 過好年 嗯 這才叫做愛與包容嘛 人家沒有展現的時候有的沒的 啊這個是韓粉啊 這也在網路上 雖然他不是在高雄 他在永康啊 你看韓粉說 蔡英文史上最高八百一十七十萬票 你相信嗎 國家不容剽竊 民主不容污衊 庶民要求重新選舉 只要這些韓粉成事不足 拜事有餘 上禮拜我們看到有一個三十幾歲韓粉 呼籲呢五月份呢 繼續再舉行啊 挺韓大遊行 體力不好 演技不佳 幕僚不夠 市政作秀 再加上呢 韓粉出征 韓粉繼續出征 再加上呢 兩個副市長啊 現在啊 又是H化 韓國瑜來人選上升 你覺得這個罷免不會過嗎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樂觀 我對韓國瑜跟韓團隊有信心 好幾天大家說 一隻股啊 牽到北京還是牛啦 我們來看罷韓的第二階段 這四君子他們已經開始 列出了行程啊 從大年初五就要在高雄市 各個的不同的據點來推動 要在30天之內就拿到30萬的連署書 高雄人做得到嗎 嗯我們先看最新的進展 罷免韓國瑜活動持續進行 現在中選會宣布罷免案第一階段達標 第二階段連署將於29號 也就是大年初五展開 資深媒體李燕秋就呼籲 如果第二階段也達標 韓國瑜應該考慮自己請辭 那臉書寫出如果罷韓第二階段再過關 最快5月進行罷韓投票 屆時總統蔡英文風光上任 韓國瑜卻面臨高雄市民要不要這個市長 對比光用響的都覺得難堪 說韓國瑜現在立拼的不是罷免失敗 而是第二階段連署不能成功 如果二階段有23萬人輕鬆達標 他建議韓應該思考自己請辭 就連李燕秋也說 二階連署通過你就趕快辭一辭吧 我建議你現在就辭 因為你即將成為中華民國歷史上 第一個被罷免的直轄市長 韓國瑜第二階段罷免案 目前中選會宣布第一階段達標後 一月二十九號大年初五當天 光復高雄總部成立開始進行連署 預計在二月二十八號前 收齊保險的三十萬份 超過標準的二十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份連署 然後三月二十八號送件 就能完成第二階段罷免 食指比較好吧 怎麼說 應該都會被罷免掉 應該是食指會比罷免還好 怎麼說 因為罷免還要緊錢 好這個引力啊 以及張博祥 張博洋 對不起 林醫師跟陳冠榮 這四個叫做罷免四君子 那第一階段已經順利通過了 這個激進的這個新聞 預情部的副主任張博洋 他呢在受訪的時候提到了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助選員 叫陳柏惟 那在這個高雄可以繼續的衝刺 是他們的第二階段的罷免 那公民歌草發言人 林醫師 他是其實是最早 應該我沒有記錯 是最早提出罷免韓國瑜的 那盈利根本就是五黨籍 那而且韓國瑜的陣營欺負盈利 欺負的太深了 就說他那個什麼氣爆的基金啊 這個如何不當使用 已經把人家人格都已經污衊掉了 你說叫引力退也不太可能 那陳冠榮當然也是這個高雄氣爆的自救會的會長 這四個人這個繼續推動下去 將會如何呢 他們在二十 農曆初四 就是二十八號這一天呢要領表 然後農曆初五呢 一月二十九號就開始連署 這個要有一個月的時間 那這段時間其實是年假 那可能去連署就變成高雄人的連假的 連續年假的交遊活動 對一個一個走春活動 很多人可以回娘家可以幹嘛 那那個預計他們要在三十天之內 收齊三十萬份連署書 三月二十八號六十號六十日到期 那必須要送件 那這個罷免的行動呢 有不同的人有看法 這個唐香樓說罷韓不會成功 大家不想回到負債三千億的時代 但負債三千億其實也是一個被污衊的說法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來好好的來分析啊 那不過另外一位也是屬於比較藍營的 這個媒體人 他說如果說第二階段達標 李延秋說韓國瑜就應該請辭 他說這個如果啦 他第二階段通過了 那會覺得難看數據分析高雄人對韓國瑜落跑 求高位真的很生氣 我們再談一次 剛才傑明報我們講了 就是TVBS跟ETtoday對我們民調 TVBS的民調呢是同意的五十三 不同意的三十二 ETtoday是六十以上 那看到年輕人二十到二十九歲七十一趴贊成罷免 三十到三十九歲六十一趴贊成 只有五十到五十九歲的是不同意罷免 多於這個同意罷免 那年輕人只要一發動冥鳳 他可能就要面臨真的被罷免的這個狀況呢 年輕人最後會對他的這種現在的洗心革命的假象會接納呢 為什麼藍營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韓國瑜在年輕人的心目中 大概已經是大崩盤了 那很多選後年輕人還是一樣啊 就是說這個人怎麼可能當當什麼當什麼當什麼 所以那你剛好那個四個人在 在那個春節的時候罷免 剛好是學生放寒假回高雄耶 所以說那批人根本就不用動員 不用像選舉大動員然後要返鄉投票 因為他們自然就在家裡面 那個學生大概從明後 從上禮拜還是今天都開始放假了 然後回家 回家去 然後唯一的活動就是趕快去那個連署嘛 所以我覺得二階段三十萬 真的很容易就通過了 尤其是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我覺得年輕人對於韓 根本就是不會鬆手的 你看到那個選後對於韓的嘲笑 尤其是我看網路那個視網 哇賽 那一集根本把那個韓笑死了 笑到會叫一堆人來演那個軍公教 如何對韓怎樣這樣 那個那一集真的是笑到一個不行 所以說你當你韓國瑜跟什麼軍公教 跟反那個什麼同婚 通通連在一起的時候 年輕人根本就對你毫無懸念了 那所以說那韓國瑜選完之後 藍藝人對他有不同的這個看法 其實都一次都很想罵他 對不對 那因為看到他還是高雄市長 分上呢好像沒有人很加這個 在追加很很很近 你說在追殺他 可是也沒有人替他講話 對沒有人替他 對沒有啊 可是還是有人說 要幫他留住這個高雄啊 像蕭龍就會一直講說 這個高雄市或是什麼 還是高雄還是湯龍 湯龍市那個選前說 那個會一百二十萬 這個韓國瑜獲勝的人 所以他的預言通常要緩著看 現在高雄市呢 是國民黨的復興基地 所以將來留住他不要罷免他 將來還可以重新執政 原來已經沒有任何一席立法委員了 那只剩下高雄市 就可以變成三民主義復興 光復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 所以一定要保住韓國瑜 但是我覺得李彥秋這種說法 是比較有自尊的 你你做一個高雄市長 你落跑 你在還沒有離開之前 被那個頒獎的年輕人上臺嗆你 可是你去巡視市場的時候 換成那個年老的人公開嗆你 就你快出高雄 對 滾蛋嘛 那所以說等於高雄 從年輕到老的人 對你都非常有意見啊 所以你二階段如果成立的話 我覺得到了那種正式投票的時候 過關的可能性就很高嘛 那所以李彥秋就說 你留最後的尊嚴 也順便幫高雄省錢啊 搞不好高雄還會覺得你不錯啊 幫大家省一筆錢 那他就說二階段如果成立的話 他推測這個東西就是罷涵 是沒有什麼這個回頭路 沒有懸念了 沒有懸念了 而且被二階段這個罷免 其實還蠻那個 還蠻丟臉的 蠻丟臉的啦 因為這個你要進入到第三階段 正式投票 這個直轄市長 從開始以來只有他一個人 而且我說實在 他敗選之後 有沒有跟國民黨 或是他的選民 說過一稱對不起 沒有啊 他那個只是說我沒有陪伴你們 你記不記得那個 對他有沒有負過任何政治責任 沒有 就裝作沒事就回去高雄市 高雄市跟選民說 對不起我這三個月沒有陪你們 就這樣就結束了耶 吳敦營還下臺 今天那個人跟我講說 這個什麼大家都下臺了 就只有他還回去上班 這個整個政治責任 他都不用付嗎 這場選舉頭 他付至少一半以上的政治責任 選得這麼差 他從來都沒有沒有從來也不卸票 好了不要再卸票了 他說大家不要搞政治對立 搞政治對立對我就好像很不利 重返那個選舉的時候 他現在已經心心裡頭 害怕什麼樣的那些 選前搞對立的是誰啊 那天有個活動我記得很清楚 人家說那市長我們比個業吧 他說不要 業是二號所以不要再比業 但是也有人認為 這個是一個補選的位置 到了明年可能還要重新選啊 那補選只要負責這個 黨務的財務的困難 然後將來呢提名權也不在手上啊 其他的這個真正的一些權利也拿不到 所以很多人就嗤之以鼻 你覺得韓國瑜會選嗎 你先告訴我們韓國瑜 會不會爭取這一任的黨主席 你判斷 其實現在就我到處聽到 黨內外的很多聲音 很多人還是覺得最後一刻 韓國瑜市長還是很有可能 還是很有可能會來參選 因為各位要想一件事 他如果要選主席 他一定會辭市長 這是我目前聽到的 你罷函就沒有了 他一旦辭市長 你的罷函就消瘋了 然後接下來是什麼 補選 國民黨要提名權他要補選 民進黨要提名權當他初選 他一旦當黨主席 其實嘉欣應該跟那個這個嘉賓 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一個圖像 就是說他如果夠勇的話 我們看這個政治發展 我先辭掉 然後呢要補選的時候 我再來選 不用不用不用 我再來選一次 他當黨主席 比當市長 當市長多辛苦啊 天天要八點之前上班 他找一個副市長 找一個其他的人 去當高雄市長 他只要輔選這個市長成功 他就是明年國民黨的主席補選 非他莫屬 他雖然選出了總統 但他領導國民黨 戰勝高雄市長補選 這個戰功對國民黨最重要 所以一旦罷函遇到他辭職 消瘋之後 下來了補選求在誰那邊 民進黨要反倒要提名誰 對不對 民進黨本來是一團和氣的 本來是集中的 那你現在提名誰了 他開始就見縫插針了 民進黨提名誰 不就那個是現在講沒錯啊 但是一旦他辭職了 一旦辭職了 政治就是對不斷挑撥對手的矛盾 製造對手分裂的一種一種方法 這是共產黨的手法 所以我們現在有戰艦在這裡 對不對 那他說韓國瑜本身很熟啊 那他就用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要說的是說 今天對什麼樣對他有利 他如果當了國民黨黨黨主席 就算補選私立 他的任期內 他一天到晚就要修理 執政黨主席就好了 但他只要當市長一天 他隨時要被五十幾個市議員 指指點點 你覺得韓國瑜他的個性 他喜歡當一個執一執政黨的在業黨主席 還是要當一個守成的高雄市長 當黨主席 每個月要募款多少錢 可是你如果市長能夠挺過去 他的資源很大 他應該不怕錢的問題吧 人家最後一個禮拜下 那麼多廣告是錢哪裡來的 選太差了 不管啊 這個劇本也蠻有意思的 總而言之呢 韓國瑜這個人呢 這個精靈鬼怪的 那你不能用正常的方法 這個去思考他 當他裝乖的時候呢 他的這個肚皮裡 究竟有哪些想法 請教一下嘉欣 那如果說繼續的下去的話 韓國瑜有什麼樣的選擇 韓國瑜的動態跟國民黨的未來 幾乎是牽動在一起的 你的瞭解是韓國瑜會想辦法讓自己 從高雄市長的這個位置的紛爭 跳出來去競選黨主席嗎 還是另外一種說法是 他想要度過這個罷免的難關之後 明年的時候這個在補選的任期到期 再來選舉 不管怎樣都對國民黨有很大的影響吧 是我想現在其實就我瞭解到 黨內外有很多的揣測 絕大部分的聲音好像都傾向認定 覺得韓市長還是很有可能 在最後一刻殺出來 因為他過去的言行跟表現 其實已經讓很多人 甚至是黨內同志 對他的這個政治上的承諾 和誠信已經有所質疑了 他會不會突然轉身又說Yes I do 因為韓粉因為黨內很多人 需要我承擔國民黨主席 所以我必須要被動式的參選 會不會又再來一次 這個確實我聽到很多聲音 那我個人其實會很期待韓市長 能夠好好的回歸市政 但是我們從另外一個道理來看 韓市長他有很多的常才 他在選舉上 他在言語表現上 他在號召力上非常厲害 那這樣的人才剛剛有講到 人才一定要放對位子 那這樣子的一個人 你讓他去做市政的治理 市政的營運 他可能並不是表現最好的地方 當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我常聽到很多人說 韓粉很像遊牧民族 很像當年蒙古帝國草原騎兵 這種他們的機動力跟號召力 都非常快 他們人可能不多 但是他們的破壞力跟凝聚力很強 這樣子的兵力 你在打總統大選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擴張 但是拿來對付國民黨內的選舉 其實是綽綽有餘 真的綽綽有餘 其實是綽綽有餘 對 那現在變成說黨內 其實各方都還是在觀察說 韓市長他如果覺得自己的政治長才 沒有辦法在城市治理上有所發揮的話 他會不會又起心動念 或是說剛剛我們嘉賓委員 已經陷了一條奇策了 就是說直接辭掉市長 轉攻國民黨主席 我覺得這並不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那當然我想韓市長 他對黨內很多支持者 很多黨員影響力到現在還是在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很多的黨內同志 包括很多敗下陣來不幸滅頂的這些委員 到選後開直播檢討 他們的話還是不敢說的百分之一百的真 不敢批這些韓國瑜 他還是不敢為什麼 因為韓市長他在黨內的影響力 他對韓粉的影響力至今仍在 尚未消退 對 所以這個未來牽動我們的黨主席補選 還是很大的一個未知數很大的關鍵邊 尤其是尤其是我們這一次的黨主席補選 時間非常的趕非常的倉促 我們的連署時間扣掉過年 只剩下八天 那其實這就限制了 你們最後一天連署是二月 我們二月三號 三號嘛 對不對 那今天已經是一月二十號了 是的 然後這個禮拜四就開始放年假了 是的 你說會延 因為國民黨的規則 對不對我這樣講 嘉賓這叫知己知彼 了解國民黨才能夠打贏國民黨 你們民進黨你的 你對那個匪情研究還蠻深入的 我自己說因為國民黨過去不像民進黨 比較有一個傳統啦 所以你要違逆這個傳統 要延遲 要拉長 都會有意見 但是國民黨從以前到現在 你看哪一次的黨主席選舉 他的遊戲規則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單單是這一屆 這一屆是第幾次補選了 那個朱立倫遲過一次嘛 洪秀柱遲過一次 對 現在呢 現在吳敦又遲了一次了 所以國民黨這一屆的黨主席選舉 要辦第三次補選 所以你看前兩次的規則 有可以跟這次援引的嗎 還不是中常會決定 不是不是 吳敦義這一屆 其實是完整的任期啦 那前面是朱立倫遲了 然後上一屆 對 問題是說現在是二十號啊 那到你們的報名的時間 這個要交那個 零表費 對不對 一月三十號 那時候在剛好恢復上班的時間 一月三十號是這個公務員 大家恢復上班 然後只給三天的時間連署 登記四天 四號 到時候一定有人說來不及 就是說現在開始連署 然後一月底零表 但是登記 正式登記 最後就是二月三號 二月四號 所以他選舉過 他有那個 他有連署的對象啊 對不對 然後可能下面有人操盤 連署要多少份啊 來看 七千份以上 國民黨到底有沒有準備好呢 現在的林榮德這位代理主席 是說要讓中常委呢 六十歲以下都不要再選中常委 那現在這些什麼改造委員會啊 這些說法 有用嗎 其實都是這個鞭炮嗎 因為不管怎樣先選出一個黨主席啊 那如果說朱立倫不敢表態 正在觀望中 郝龍斌好像有一點想要選 可是又沒有強烈的這個表達呢 周錫偉好像有人在拱他做韓國瑜的代理人呢 那到底會不會呢 那江景城跟蔣萬看起來 是想在立法委員的位置上仰望 如果真是如此的話 那會不會真的變成韓國瑜出來做黨主席 然後呢轉身一條龍 到時候又威脅到你這個民進黨 或說執政黨當局 而且有意思的是 是我想到的 國民黨如果是韓國瑜做主席 那民眾黨的柯文哲應該跟他會很好啊 我們來看到這個劇性的戲劇性的發展在哪裡 國民黨代理主席不選農曆年後才要開放登記 但代理者是林隆德主張改革不能等 拋出60歲以上退出中常會 包括今年61歲的自己 未來就只是一個國民黨員 這一屆的中常會 年輕人多不多 很多啊 三十幾個也有十位左右 屬於五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很多 可是這年輕朋友來開會的事數多不多呢 勞幹薪資 中常會一定要做 如果他是呼籲的話 我個人是非常贊同 但是如果將他把它變成制度化 我覺得對國民黨來說 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一個政黨的多元性 必須要每個年齡層都要有 那這樣是不是以後也可以一刀切說 立委60歲以上不能選 縣市長60歲以上不能選 一下子要求60歲以上 退出黨內最高權力機構 不僅資深常委傻眼 年輕常委也怕造成對立 還有人私下抱怨 林隆德只不過代理兩個月 怎麼會喊出這種要求 國民黨這週三 中常會也要提出 設立改革委員會 邀請具民意基礎的15名縣市長 19名議長 立委還有青年學者專家組成 希望打破同溫層廣納民意 黨務之極是包括組織改造 兩岸論述八周青年 財務改革四大方向 必要的話那我想我們大家全黨 大家全力以赴 大家一起來進行改革工作 那希望能夠平和 也不要造成我們黨內的 世代對立或者是同事操歌 九合一選舉完畢 我們邀請15個縣市長到中常會列寫 幾乎都沒有 他們不管在立法院也好 在議會也好 都要這個開會 所以他們開會的次數 出席的次數都比較減少一點 就怕改革委員會雷聲大 雨連小 縣市長明代都顧選區 不來開中常會 來因期盼改革不是紙商談兵 唉 雨韶是這個兩岸政策研究會的成員 你非常懂得匪情 然後國民黨跟共產黨差不了多少 國民黨到底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路數呢 跟年紀有關嗎 改革跟年紀有關嗎 新的黨主席沒有出來 先成立改造委員會 然後呢 要不要改九二共識 有一些這個前線的那個 一國兩制區就反對 然後其他人說要改 要怎麼改 還有一個前黨主席 前總統說要改 要經過北京統一 到目前為止 亂成一團 還是要靠韓國瑜來救啊 韓國瑜來救的話 國民黨就徹底完蛋了 我不小心說出這種綠營的真 綠營的不想要反串的真心話 所以剛才是嘉賓故意的 每個人的看法我都尊重了 但我們想想看國民黨過去 敗的最慘的就是在中國 這個國共內戰敗 唯一有一次改革做得最好 就是呢 蔣介石父子來台灣的時候 做了一次這個黨務改革嘛 然後就把過去的什麼CC派啊 政學系啊 例行社啊 通通給打散掉嘛 因為這個派系鬥爭 也是國民黨在大陸調政權 一個重要的原因 但是那時候可以改造成功原因在哪裡 那是由上而下 而且是威權時期 兩講是政治強人 所以說呢 基於啊都快要跳海了 還不做改革喔 到時候呢 共產黨這個打過來 這個台灣死無葬身之地 那是那個時候的時空背景 可是現階段國民黨改革 有兩個最大的難點 第二個叫路線 當青年世代 開始呢要檢討九二共識的時候 我看到還有人去請益馬總統 就是李明賢嘛 轉述嘛 結果呢 九二共識的2.0百沒出來之前呢 馬總統先給自己一個很重要的框架 叫做要北京接受 如果還要北京接受的話 那你這個什麼叫接地氣嘛 還有呢 這個年紀人改革呢 提出來之後呢 前主發會的張亞平也直接告訴大家 如果不支持統一的話呢 你就滾出去好了 所以呢 路線九二共識 兩岸關係絕對是 國民黨的重中之重 但是怎麼改呢 好 不要講到兩岸關係 這麼沉重好了 就講進步價值好了啦 國民黨這個政黨之所以 沒辦法獲得世代的接受 青年世代的認同 不外就在於 欸 廢核家園你要不要 性別平權你要不要 廢死要不要 轉型正義要不要 偏偏這四大議題 是青年世代最認同的嘛 嗯 結果呢 你通通都站在年輕的對立面 所以 路線 人家老共還敢開一個 尊益會議 在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時候呢 痛定思透 奪權 毛澤東奪權 把國際派的給趕走 國民黨現在有這樣的條件跟能力嗎 對加薪的這一些 還有我認識的國民黨的朋友 我覺得非常可惜 非常擔心 第二就叫做權力嘛 國民黨的中常委啊 或者是啊 權力啊 所謂政二代跟官二代 權力的基礎來自於兩個系統 第二叫地方派系 第二叫買辦 嗯 這些人只要聽到說 要世代交替啊 好像聽到洪水猛獸一樣 為什麼呢 你是要我們把糧草跟金庫交出來嗎 所以呢 要改革路線一大問題 工程浩大 另外一個是呢 與其說組織好了 這個權力結構嘛 這個權力結構如果都掌握在 派系手中 兩岸買辦手中 你看那個中常會的名單能看嗎 嗯 大家交叉十股每次換票 這些人不是在中國經商 犯罪地方派系成員 如果年輕人不是他們的 OK 二代 你根本進不了中常會嘛 像嘉欣這種年限就很辛苦 就像我的學長張思綱 我覺得最情何以堪的是 張思綱學長在兩千年的時候 拜選就要講改革了 就過二十年之後還在講改革 他講的內容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樣 但是唯一不一樣的地方是 思綱現在是臺北市議員了 發言呢稍有份量 所以週上所述啊你要去改 第三個還有呢一群人 是共謀集團 立了共同體 除了說派系跟買辦之外 哎 韓國瑜 韓粉跟黃復興黨部 他們是交叉持股的嘛 通通都有這個多重的結合身份嘛 韓國瑜基本上過去當立委 就是黃復興支持的嘛 韓粉其中一大塊啊 基本上就是黃復興黨部的這個黨員嘛 嗯 對那韓粉跟黃復興 我們常說周儲除傷害啦 如果國民黨要改革 剛才說的路線很難 大權力很難 你敢不敢動黃復興 動韓本動韓國瑜 不敢嘛 所以柯智恩委員雖然形象很好 氣急敗壞 在直播節目中 他也只能呢 繞路來批評 他不敢直接講說 講那個小腿很美的 他敢直接講韓國瑜嗎 不敢 他說是那個啊 他最 就是最負面的選舉的那個啊 他最恨的是美白小腿 對 但是是講那個美白小腿 是講那個淑華 對 並不是講韓國瑜 我覺得他不要講這個還好 他講了之後不是更奇怪嗎 然後李彥秀說是 吳思懷嘛 就是不分區的立委的提名 有10% 他們一下掉10% 問題是在選前你們為什麼不講 選前你們明明知道啊 這李彥秀跟柯智恩 都是兩個還蠻優秀的這個女性的 現任的立法委員啦 表現也都很好 可是為什麼就會被韓國瑜綁架呢 在選後講這些話 對國民黨有幫助嗎 這樣講 豈不是雪上加霜 就是國民黨沒有講實話的人啊 你覺得他們 他們現在到底要怎麼救 結果如果都救不了的話 就變成韓國瑜班師回朝耶 我認為要在跟體系裡面啊 有利益的人跟既得利益者啊 千絲萬縷的要他們去講改革 很困難 好那我們來看 你覺得好龍斌有資格嗎 他當然有資格啊 但是如果國民黨換了好龍斌 他到底改在哪裡 他只是比周習偉稍微有形象 論數上不那麼輕忠而已嘛 我最要說的地方是啊 改革必須要透過體制外跟建制外的 實力派的青年世代嘛 或中生代嘛 那為什麼江啟成講萬安不敢 為什麼 我們講很簡單嘛 他們還是跟這個體系啊 跟這個系統啊 但不是自保 其實江啟成的條件非常好嘛 他為什麼不選 那很簡單啊 他在國民黨這種集體領導 集體文化之下的強調倫理秩序 他又拿中山獎學金的人 這種人最好被人家說什麼 說啊 俗典忘族 你吃國民黨奶水長大了 你怎麼可以把槍口對內呢 那相信才有心病的地方是 你是不是因為跟江春涵 跟民進黨有關係 所以他乾脆躲起來了 所以說躺在魂水嘛 不要躺在魂水 還有很重要的關鍵啊 Coco姐跟你做一點做報告 這次黨主席啊的選舉啊 沒有誘因嘛 你這一次出來要扛每月三千萬 而且黨主席最主要權力在那 就提名權嘛 這一次選擇黨主席了 你還是沒有實質權力嘛 所以有實力的人呢 戰觀其變 判風向球 然後呢 真正要拿到這個東西 是在乘聲量 對 不論是張亞中啊 周錫薇 他們都不是台面上的實力的人物嘛 但是欸 賭一把人聲啊 基本上就要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怎麼樣 張亞中居然當國民黨主席欸 周錫薇居然當國民黨主席 他們要的是聲量 拿到這個聲量可以幹什麼呢 國共論壇 又可以跟習近平握手 好 要拿這個黨主席人不是要改革 是要拿代理權啊 是真的蠻慘的耶 這是一個補選 你知道國民黨這個補選到明年 剛才我們講到最赤裸裸的現實是 這個黨主席沒有二零二的縣市長提名權 更遑論二零二四的這部分區立委的提名權 所以他只能負擔財務上的困難 然後做一個黨主席 那唯一的就是國共之間要交流 他是一個指標 那這個我們揭穿了所有的真相啊 可是要請教一下這個傑民 為什麼在周末的時候 還是有人拿那郭台銘出來說話呢 那郭台銘可不可能呢 這個也有人擔心啊 我看到政論節目裡面 有一些人還直接就嗆著郭台銘說 你這個恢復黨員資格 還要兩年以後才可以選 而且你要擔任過中常委以上 才能夠選這個完全嗤之以鼻 那到底這些說法是怎麼來的 那其他的名字 比方朱立倫啊 他是怎麼想的 然後林榮德說六十歲以上退出中常會 曾明忠說要成立改革委員會 那這個六個縣市長說要檢討 調整兩岸路線 青帳派也說兩岸政策要正面辯論 但是這些說法都要先選出一個領導人啊 沒有領導人 沒有當家的 不是都以掌控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國民黨內心中的慌張與不安 那有能力的人他不願意出來 是因為這時候是有有權沒有責沒 應該是有權有權沒責 就有責沒權 就是你有這個責任 但是你沒有這個權利 因為你說的這個所謂的黨主席 該有的這個權利通通沒有 因為二零二他沒有辦法去負責 還要等下次的選舉 這是第一點 當然剛剛提到這個郭台銘 郭台銘第一時間已經說了 這別別再拿 不要開他玩笑 當然如果你真的想到郭台銘 只是想到他的摳摳 要不然你還能想到什麼東西 反正這是一個有責無權 有責無權的工作 我幹嘛這個要出錢 我幹嘛找人 但是講到繳錢這事情 其實要把話講清楚 這朱立元要聽進去 為什麼江啟要聽進去 因為已經算過了 吳敦英都幫你算好了 這一次這個託韓國瑜支付 你至少拿了這個兩億三千萬的 這個正當補助金 那他們說如果按照吳敦義說 一個月三千的話 一年也不過就是三億六千萬 那還有一億多耶 那一億多平均出於十二個月 還有才你三億六 減掉這個兩億三 你還有一億三 一億三平均每個月一千萬 國民黨這麼大 弄不到一千萬 別傻了中常委 其中那個新竹那個 在新竹賣那個賓士車 賣到獎獎棍 李學長 他還出來第一個先抗議 六十歲不能退出來 所以坦白講 如果拿金錢這件事情 更不用說韓國瑜已經答應了 他那一億五千萬的錢 到全部捐出來 Bingo 今年到明年是沒有問題的耶 哪有什麼錢的問題 沒有 那這些人到底在顧忌什麼 當然很單純 第一件事情 佛帝盟嘛 佛帝盟嘛 這時候你要跟佛帝盟對抗嘛 吳思懷是怎麼出來的 佛帝盟嘛 為什麼一中各表 這件事情最後變成是 國民黨敗選的原因 佛帝盟嘛 佛帝盟就兩個啊 一個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他們的這個就是那一群 我們說的黃復興黨部 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當然去關鍵的 就是韓國瑜啊 我這樣講一中各表 這件事情本身在國民黨 一直在馬英九心目中 一路走來是沒有問題的 是因為有個韓國瑜 跑去中聯拜 這個中聯拜 香港只好收到反中中 然後每次韓國瑜說 對我們的敵人叫什麼 講不出中國這兩個字 這樣繞一圈的時候 正好國民黨就中了 砰一聲啊 原來一中各表 就一中同表 一中同表 原來就是所謂的這個兩岸 一國兩制 所以其實真正的問題點 是黃復興跟韓國瑜 那國民黨年輕人敢喊出來嗎 國民黨怎麼說的 他說老賊下臺 老賊是誰 對今天你真正問題就是一個韓國瑜 一個是這個 我們說的這個黃復興嘛 那年輕人敢說黃復興解散 我如果年輕人敢講這句話 我佩服第二件事 國家路線模糊不清 他們一起來都是一中這個各表啊 他們當然有不清楚 就是我們韓我們的中華民國 對外的中華人民國 我不信他的一國兩制 但是問題來了 就是因為韓國瑜 把這事情整個搞混啊 所以馬一九一直說一句話說 一國兩制沒有問題 不是一中各表沒有問題啊 講到馬一九 我覺得最悲慘的事情是 好不容易呢 這次在新北市跟這個臺北市呢 有一群蠻年輕的這些議員 坦白講包括李明賢在內 他們論述啊 還有他的形象啊 其實都是中生代 我們說年輕時代 一個很好的榜樣 結果呢 這四個哪裡不好 先去衝馬英九 馬英九又加了一句話 死定了 要北京同意 你本來本來這件事情 你可以談的 你遇到馬英九 這句話我想這四個年輕的議員 你敢講什麼 你敢講什麼 就打槍你自己問馬英九 馬英九說要北京同意 為什麼要北京同意 你們自己國民黨的政策 為什麼要北京同意 再說一遍 你們國民黨的政策 為什麼要北京同意 所以你看嘛 四個年輕人 那剛才我們 我們剛才談到就是四剛嘛 對不對 我們談這些人 當然我無意去批評他 我說這群人在二十年前 扛出二十年前之後 扛出來那時候多年輕啊 多有氣勢啊 但是你現在聽他們講話 你就覺得是二十年前的 我遇到老一點的國民黨員 就是意思說呢 我在二十年前遇到四五歲 像助力人這些人 他們的論述 就跟二十年前要改革 現在已經是有權力人的論述 是一間一模一樣的 該什麼別鬧了 然後第三個什麼 紅筒滲透必須要清除 那你要指明啊 誰是紅筒啊 到底誰是紅筒啊 是連戰嗎 還是誰 因為連戰是大家認定了之前 跟中國關係最好 就是他引進了這個中國的勢力 進到臺灣來 不是嗎 那你紅筒要講清楚啊 所以你看這些年輕人 創下去什麼老澤下臺 國家路線不模糊 紅筒聲都必須清楚 一聽完就落掉了 基本上你就喊出來解除黃復興黨部 把他這個除權化 回歸到地方黨部管理 你就不就解決這問題嗎 誰敢講 沒有人敢講 任何要競爭國民黨黨主席 講到所謂的黃復興黨 絕對是佛提婆不敢講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兩千年敗選的時候 就提過了嘛 那時候還經過全國黨代表 本來想說那次是一次 把黃復興幹掉 就沒想要被黃復興反將一軍 全國黨代表一致同意 黃復興黨不必須要保留 你死定了啊 好了我問一句話說 你在國民黨裡面 真的說真話嗎 你看當江啟成 敢講中話嗎 江啟成第一句話說 不要再責怪韓粉了 不要責怪韓國語了 他立刻表態是 擁抱韓粉跟韓國語 那至於我們這位蔣安 蔣安這樣幹嘛 每天就是抱著小孩啊 握握手啊 人家問你要不要選太北市啊 沒有啊 你要不要裝可愛 這麼優秀的人 現在能做的事 就是三個字 裝可愛 那你想國民民黨 民進黨不是啊 民進黨就是一群年輕人 衝出來我們就知道改革 然後組織改革會 政策大辯論 結果蔣萬安出現的狀況 竟然跟你 簡單說如果蔣萬安需要改革 他也最有 因為他有老蔣的這個背景嘛 當這一群年輕人 衝黨中央的時候 是他最適合出現的 嗯 當年輕人衝去的時候 他立刻在那邊說 對 就是該改革 把江啟成找過來 把那個準備去文工費 那個部分區以前 馬逸的最愛的那個女生 突然忘記他名字了 找出來 華越美 對啊 站在那邊 我們支持年輕一輩 解散黃父親黨部 我就覺得 國民黨聽起來 還真的有些機會 我有差一句話 蔣萬安去講 被人家質疑的時候 他就要回答 如果不是我爺爺 對 怎麼會有黃父親黨部 如果不是我爺爺 把你帶過來 怎麼會有你這些軍人 這樣就好了嘛 他的身份 基本上血統都吻合 但是如果我剛才所說的 傑民哥的期待過高 這些人就是 溫良恭儉讓 簡單來講呢 受到黨的這個洗禮之後呢 造反啊 基本上是滔天大罪 所以現在能做叫 戰必其風 等這個勢頭浪頭過了 當別人來勸勁我 但這些人還比較正派 比起剛才那些啊 都來都去的 那些背後想要拿代理權的 他也不再擔心錢啊 反正背後有大哥嘛 這些人要擔心的是呢 我會不會在這個時候呢 同歸於盡 錢從哪裡來 朱立倫如此 江建成如此 江萬安如此 這樣比較正規 其他的人呢 我就不好說了 他們這時候趕站出來 想法是為了什麼 究竟要救國民黨 還是毀國民黨 還是要把國民黨 新黨化或共產黨化 或是他們怎麼都不擔心 一個月要三千萬 要去計算這些呢 因為他們已經算過這個算盤了 拿到代理權呢 大哥是不會虧待 好現在呢 要發言的人很多啊 連邱毅也有話講啊 可是我覺得最不堪的是 第一時間 要叫吳思淮這個請辭 他的不分區立委的 那幾個啊 臺北市議員 國民黨的 所謂的青創派 一個個都被打臉 人家吳思淮 二月一號就已經要就職了 而且還抽了辦公室呢 那到底啊 拜正下來的國民黨 跟當年拜選的民進黨 是怎麼樣的不同法 而現在的民進黨大勝之後 他要面臨了這個 一黨的獨大之後的監督跟檢驗呢 我們來看在感恩參會裡面 蔡英文是怎麼說的 而在一個禮拜的時間之內呢 蔡英文總統至少很快的穩住了 傳聞當中的 府院黨的人士 那蔡總統的挑戰將會如何 總統蔡英文特別停下早步 不是要回應接者問題 而是副總統當選人賴清德 沒跟上早步 蔡總統展現溫暖一面 賴清德小跑步跟上來 一起進入電梯 高評選舉團隊感恩參會 洗開近70桌 蔡總統帶領賴清德 總統府秘書長陳菊 新政院副院長陳其邁 以及立委當選人鞠躬感謝 參會舞台上一幕寫著 高評大贏立委全壘黨 我們一起做到了 慶祝民進黨在高評大勝 蔡總統一開口 就先感謝南霸天成菊 但畫風一轉 也談起這場選戰 確實不好打 感謝一輪後 蔡總統可沒忘記身邊的賴清德 美美 民黨大勝大人一片歡喜 很多人預估在520以後 就會有新的人事鬥爭 我必須要講 民進黨必須 這817萬票固然很高興 可是你只要看到政黨票 居然是比上次少了十趴 我覺得民進黨其實是要謙卑 謙卑再謙卑 要戒慎恐懼的 這裡面817萬票 有多少是始終就是支持你 有多少是因為太害怕韓國瑜當選 所以票投過來 你817萬票是這麼紮實嗎 如果認真的去想 坦白講 我覺得民進黨要做的是 更謙卑的傾聽民意 然後我覺得蔡總統 因為他現在已經沒有連任的壓力了 接下來他應該追求就是說 讓他實踐的許諾 給大家一個更好的臺灣 更好的國家 然後他要追求 應該是自己的歷史定位 讓自己更放開手腳去 而民進黨要切記 那個令人討厭的民進黨 千萬不要回來 臺灣的民意是如流水 反撲是非常快的 那麼民進黨其實最好的一點就是說 他有一個非常明確的 一個中心精神 清廉情政愛鄉土 臺灣主體意識 所以民進黨敗也不會愧 很快重新站起來 那時候有蔡英文的承擔 一半接一半 也遇給年輕人機會 我最好用一點時間講 我覺得國民黨 我真的給他幾個字 好不好 反共 親黨 本土化 世代交替 這些都是國民黨該走路 但是他缺一個領導人 缺一個英雄 國民黨沒有這個基因 可是他曾經有一個人 幾乎造反成功 如果韓國瑜真的要請辭市長 像中嘉賓講的 出來當國民黨主席 你覺得好嗎 我跟你講 國民黨完了 不會啊 請問一下 李志誠 李志誠集團 能夠忠心一個什麼朝廷嗎 今天嘉賓講的也有道理 從一年多前 變成揭穿了 韓國瑜的這個 內心學界的秘密 那就王師以贏 這個韓國瑜班師回朝 那國民黨變成國瑜黨 這中國國民黨是沒有未來 這可以知道的啦 李志誠集團能夠撐起